天冷了,注意血压 今天张大夫跟大家说一说气温对于血压的影响 手机前的如果现在正处于家底温度不太高 或者说特别想关注冬天血压情况的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耐心的听完 说到气温对于血压的影响 我先想用两张图片给大家解释 这是我自己的两个血压 7月份的血压高压121,低压68,心率66次 10月底,北京还没有供暖 天比较凉,屋里也比较凉 这个血压高压128,低压73,心率58次 明明心率是慢了,按照血压应该更低一些 但是血压明显高了 这说明气温低的确在影响着血压 我的血压被高压影响了7个,低压影响了5个 那么这是不是符合我们降温对于血压的影响呢 大家跟着我接着听 冬天血压能升高多少 其实这个问题啊 咱们国家在前些年一个关于高血压的流行定学研究就进行过 50万的咱中国居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气温每降低一度,高压升高1.14,低压升高0.58 总体看的就是寒冷的冬季,尤其是深秋往后 比夏天高压可以升高10毫米公众 低压可以升高4.2毫米公众 农村群体比城市群体这种趋势更明显 其实呢,我还想说南方没有控感条件的群体可能也比较明显 其实就是寒冷会让我们血压升高 但是说到这儿呢,好多朋友会说 哎呀,这个可以理解啊 因为寒冷容易让血管收缩 血压就高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应该说它涉及的机制还是比较多的 你比如说胶感神经兴奋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兴奋 内皮素分泌的增加 一氧化氮的减少 氧化应激 被激活 这个钙离子通道 L型的钙离子通道被激活 总而言之吧 各种原因也不光是血管收缩 最后导致咱冬天血压就高了 包括张大夫一开天 自己的血压都是高的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张大夫今天提两个行 第一个行就是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怕花电钱 你看最近这个欧洲比较冷 大家看这个欧洲人挺洋气 但是抱着咱中国的大电暖气觉得很幸福 为啥?因为他那冷了 但是咱不想说他那的问题 咱就说手机前面广大的朋友们 尤其重要点朋友们 家里供暖条件不好 或者还没有供暖 或者说供暖条件不好 或者说没有供暖条件 一定要注意开暖 电暖气 开空调 为啥?因为温度环境的温暖有助于控制这种寒冷带来血压升高 有的人血压升高挺厉害的 甚至带来了脑出血脑梗 都要尝试 所以说别心疼那点电费 一定要注意 条件不好 就是说供暖条件不好 注意开这些取暖设备 第二提个行的就是体育锻炼 咱们现在大家这个好多人沉练 沉练呢 因为外头环境冷 结果练回来之后 一两血压都挺高 大家看啊 这个血压挺高 张大夫就给大家提第二个行的就是 你躲开清晨 环境最冷这个时间段 10点以后环境温暖了 或者说下雨的时候再练 不让他这种寒冷环境 对于你形成巨大的刺激 导致呢 这个血压进一步升高 又发一些脑出血脑梗心 等等严重事件 这是第二个行 就提这两个行 当然啊 好多朋友说 哎呀 现在确实发现了问题 发现了问题 早发现早处理 找专业医生进行专业处理 千万别拖着 因为冬天确实 很多情况下会带来影响 而且咱们在这刚才说 大家看到前头这张图片 我觉得今年欧洲 尤其是取暖条件不好的地方 很有可能高血压 会对很多人的健康 带来巨大的隐患 无论是导致脑出血脑梗 心梗甚至血 只是血压的升高 所以说今年我觉得欧洲可能取暖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高血压会成为影响欧洲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以他们的事情来教育我们 自己要注意保暖 注意环境的温暖 注意有问题 早发现早知道 希望我今天介绍能帮到大家吧 当然更多朋友也特别想听张大夫讲高血压 其他方面知识点视频下方的高血压课程专栏 我在这个课程专栏里头给大家放了100多个视频 就是减高血压不同方面的有用的知识 大家相信看完了一定会有巨大的帮助 大家可以自己进去看 今天不多说 大家觉得视频好 转发给身边有高血压的亲朋好友 互相提个醒 帮到更多人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杰大夫